字幕提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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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囉!我們看一下2-2 向量的加減法與時數機的習題 第6題 題目跟我說現在有兩個向量 向量A的坐標表示法是5-1 向量B 的坐標表示法是-2 7 向量B 減掉2倍的向量X 出來的結果 在4倍 會等於向量A 減掉向量X 出來的結果在5倍 然後再加上3倍的向量B 這兩個向量會相等的情況下 請問向量X 會是多少 首先題目跟我說一個很重要的線索 在於這個部分 所以我先給他寫下 4倍的向量B 減掉2倍的向量X 會等於什麼 5倍的向量A 減掉向量X 最後再加上3倍的向量B 首先我們說過這個什麼 因為題目的目標 我們要求向量X 所以首先我們把有向量X 放等號的某一邊 沒有向量X 放到等號的另外一邊 所以第一個步驟 把有向量X放到等號的左邊 所以-8X 然後這時候我把-5倍的向量X 移到等號的左邊 這時候會加上5倍的向量X 這時候會加上5倍的向量X 那等號的右邊有什麼 原本就有5倍的向量A 再加上3倍的向量B 那原本等號的左邊有什麼 4倍的向量B 那這時候移到等號的左邊 就會變 減掉4倍的向量B 等號的左邊是-8倍的向量X 再加上5倍的向量X 所以總共是-3倍的向量X 等號的右邊是5倍的向量A 加3倍的向量B 減掉4倍的向量B 所以減掉1倍的向量B 好 題目有跟我說什麼 向量A的坐標表示法是5-1 向量B的坐標表示法是-27 好 但是因為我的目標是要求出向量X 所以我目前這個式子是-3倍的向量X 所以我在等號的左右兩邊 共同除以-3 所以等號的左邊會變向量X 會等於什麼-5分的向量A 再加上1分的向量B 這時候我將題目給的向量A 跟向量B的坐標表示法 待進啊 我就可以知道向量X會是多少 所以會等於什麼-5分的5 然後向量A是5-1 向量B的話是-27 所以再加上原本有1分的3 然後-27 那這時候的話 這兩個向量的S分量做相加 然後Y分量做相加 我就可以得到新的 那原本這兩個向量的S分量 什麼-3分之25 再減掉3分之2 所以是-3分之27 所以新的向量的S分量 就是-9 那這個什麼 原本這個向量的Y分量是什麼 三分之5 再加上什麼 三分之7 所以三分之2 會等於4 所以新的向量的Y分量 會是4 所以最後我可以知道 向量X的做標示法 就是-9 4 -9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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